又有民众因为自助餐的计费方式引发了纠纷 有网友在网络上透露说 他在自助餐夹了三菜一肉 结果员工算150元 一旁老板娘还说要是他算的话还会更贵 让民众当场拒绝买单 怀疑说菜价有涨成这个样子吗 而其他业者都表示 在台风过境之后 菜价的确还没有回稳 成本真的增加不少 想吃什么就夹什么 夹得满满满 拿给老板结账算价钱 自助餐怎么收费 每一家都不太一样 但有民众po文抱怨 自己在一家自助餐店 主菜是公保鸡丁 配菜夹了青椒 苦瓜和高丽菜 只有高丽菜量多了点 结果员工算他150块 后来请老板娘来算 没想到老板娘一开口就说 给我算会更贵哦 让民众好傻眼 当场拒绝买单 太贵了啦 150该对去买个鸡腿便当 也差不多这个价钱吧 知道那么贵 下次就不来 150太贵了吧 应该是100块左右 110左右的 可能第一买一次 第二次不敢来 破文一出有网友说 自助餐真的看心情寒假 随便夹一夹 都跟预期的价格有落差 但也有网友点出 苦瓜和青椒 最近真的比较贵 高丽菜这一阵子也是不便宜 贵了一辈油 鸡肉我们会看大小块 有时候那个比较没有骨头 那价格比较高 其他自助餐业者表示 台风过后菜价的确还没回稳 老板算钱真的就只能看业者愿不愿意 自行吸收成本 记者桃薰王秋名 Tarot